大家好 我是陳漢祖博士 是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研究學者 經過三輯信仰無添加 我們探討過基督徒在生活、教會、情緒、價值觀方面 遇到的信仰疑難 這一輯就會圍繞家庭 解答由選擇伴侶建立家庭 到夫妻、父母、子女之間會遇到的信仰難題 讓我和大家繼續 Back to the Bible 對信仰有一個正確和清晰的觀念 結婚就一定要和父母分開主 你讀了聖經那麼久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後 以人成為一體 這句我最喜歡 我終於開出你媽媽的魔像 Mary媽媽又經常嫌我不用頭 然後穿衣服 穿衣奇奇怪怪 現在結婚了 我就可以永世都不見她了 聖經創世紀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節 技術了上帝創造阿當和夏娃 野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個女人 令她到奶人金錢 奶人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而人成為一體 但這個離開父母不可以照字面解釋 聖經並不是說人結婚 就可以不盡孝道和父母脫離寬體 離開父母其實是指 我們在情感上不再依賴父母 我們在思想上要成熟 在經濟上要獨立 我們才可以照顧我們的另一半 開始一個新的家庭 究竟結婚可不可以和父母 或者是外父外母一起住呢 其實是要看每個家庭的狀況的 但在《馬可福音》第一章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成為我們的參考 他們一出回堂就同著雅各約翰 進了西門和安德烈的家 西門的惡母正害熱病躺著 就有人告訴耶穌 耶穌盡前拉著他的手 扶他起來 熱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們 這段經文裡面的西門 就即是彼得 耶穌去到彼得的家 在家裡見到彼得的外母病了 躺在床上 就醫治了他 顧密論彼得的外母 是不是一直都和彼得一起住 但是起碼 當彼得的外母病的時候 彼得是有照顧他的 所以聖經絕對不是教導我們 結婚就可以不理父母 或者外父外母 相反 如果我們結婚 可以一直和雙方的家長 保持良好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不是吧 還要照顧Mary的媽 她媽又不是我媽 為什麼我要照顧她媽 又不叫她照顧我媽 我媽又不喜歡她媽 她媽又不喜歡我媽 現在還多了媽 那我就要照顧兩個媽 結婚不僅僅是兩個人的事 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 如果我們能夠好好處理 因親關係 其實是很蒙福的 在舊約勞德記 記載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在丈夫死了之後 勞德仍然對他婆婆不離不棄 甚至願意跟她回以色列照顧她 後來上帝就大大的祝福勞德 祂不單止嫁給了一位很好的丈夫 而且他們兩夫妻 也成為了大衛王的祖先 上帝喜悅我們照顧家人 我們行善不可喪治 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我又要去找食 Mary又大肚 家裏還有三隻狗 兩隻貓 五隻鸚鵡 十條魚 上次媽媽在廁所 還風暈倒 那些狗都不會救她 你叫我怎樣 現代人的生活網絡 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的父母真是太老 沒有辦法照顧自己 又或者家裏真的沒有人可以照顧到他們 那我就可以考慮將他們交給湖路縣 或者請傭人回來照顧他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做子女的 不要不聞不理 我們要常常關心他們 在提摩泰前書第五章第八節提到 人若不看顧親屬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 更是如此 聖經在這裡提醒我們 我們是有照顧家人的責任的 如果我們做基督徒的 都不肯照顧自己的家人 那就是違背了聖經的教導 其實不單是阿媽路 我自己都開始感覺衰老 現在眼又蒙 耳又龍 腳又震 還有三個 真是青春小鳥不回來 人路諸禍無人外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身體逐漸衰老 也是必然的 但是我們信耶穌的人 是不需要懼怕衰老和死亡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提到 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却一天生似一天 我們這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故念所見的 但是是故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榮遠的 雖然我們身體會衰老 但是我們內心可以被更新 更加重要的 我們基督徒有一個永生的盼望 將來上帝會給我們一個榮耀的身體 永生的盼望 哎呀 媽媽說 我們世世代代都是拜神的 如果信耶穌的話 是不孝 聖經不是叫我們要孝順的嗎 旧約出埃及記 第20章12節提到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夜和華 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聖經說要孝敬父母 是提醒我們要尊重我們的父母 但是聖經所說的孝敬 不完全等同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孝順 孝順是甚麼都要順向父母的意思 孝敬是尊重我們的父母 但是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特別在信仰上 我們是應該堅持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祝的解明 聖經非常看重孝道 上帝也都期待每一位做兒女的 能夠孝敬父母照顧他們 上帝也都答應我們 只要我們孝敬父母 祂必定令我們在地上得到更大的福氣 昨天可以了解 兩個禮拜 兩條帶應祝的 這樣 可患 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